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會拍的就是測試一天 今次會測試的就是Armani Power Fabric Foundation Bomb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我的聲音 我有點鼻塞和聲音有些沙 是不是沙 因為Ezra病完幾天 我都沒什麼睡覺 然後到我病了 它傳染了給我 聲音和鼻子都不太好 但我也很想快點拍到這段影片給大家看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聲音很性感 其實今天已經是第二天去測試它 因為昨天的效果真的非常差 是差到我真的做了第二個更新之後 我真的不想再測試下去 覺得很沒意思 我打算看今天皮膚狀況會不會好一點 還有試試用另一種打底 抱歉 我拖一下 在咳咳聲 試試用另一種打底箱 看看會不會好一點 如果不好的 那就證明它真的不適合我的皮膚 不過我也想給它多一次機會 那我就先塗上了一種打底箱 我調一下暗一點燈光 今天會塗的打底箱 也是這一種 就是之前我講過的 Cosme Decorte Makeup Essence 也是講過很多次的 最近都是特別喜歡它 雖然它這一種 比Cleadepol有一點滋潤一點 但是因為我想我幾晚沒睡覺 皮膚會很缺水 我已經今天盡量不停灌水 因為喉嚨也不太舒服 所以喝多一點水 是好的 那我等一個Primer Set 我就講一下這個粉底 它就叫做 Power Fabric持久靈霞粉底箱 它其實是一個膏狀 它第一樣東西 是Cream to Powder Finish 一個雙重轉發質感 它是由乳霜的質感 變成一個很柔滑的粉末 很順滑易推 觸感細滑雅致 就好像第二層皮膚一樣 第二樣東西 是持久遮瑕 它有一個高濃度色素 可以做到高度遮瑕 完美油膠任何瑕疵 和可以令到毛孔隱形 第三樣東西 就是長效雅致 它就說它是控油 抗汗 全天候不脫妝 都是比較持久 和會保持清爽輕盈的 最後一件東西 就是它有一個獨特設計的 它是專用粉末 這個粉末是水滴型 方便用在面部的 一些細微的位置 和在任何角度都可以輕鬆塗 再加上它表面吸收到適量的粉底液 不會說過多 變成我們上妝的時候 都是均勻和透薄的 包裝就是這樣 和它那個to go cushion 是沒有什麼分別 除了它是黑色包裝 和紅色logo 這個盒子 就基本上好像一個cushion 有一塊鏡 還有它那個水滴型粉末 然後打開它 裡面就是一個膏狀 不是一個cushion 沒有海綿 它們就發了一號色給我試 是太淺色了 真的會化到鬼 不過沒有辦法 就照試上面 而且其實呢 以我經驗 Armani的粉底是會有少少氧化的 所以看看如何 我們試上面了 我把粉底液 沾一點 我想右邊用粉底液 另一邊用Beauty Blender 因為我昨天用粉底液 效果是一般的 所以想看看用Beauty Blender 會不會好一點 我先用粉底液 先給大家看看 好了 我只塗了保濕 primer 我沒有塗任何修飾毛孔的 primer 一塗上去 感覺上好像很高遮瑕 我就推開它 其實遮瑕度 我不知道是否太白 遮瑕度 我覺得是中等 沒有遮瑕度那麼高 我個人覺得 始終有一些紅印 沒有遮蓋到 而且我沒有遮蓋到 我覺得 POWER FABURIC LIQUID 反而會遮蓋得好一點 另外一件事就是 起碼鼻子沒有粒皮 沒有昨天那麼差的 就是這件事 但毛孔位置 有些位置可以撫平 其他位置 也有一點點浮上來 所以我個人覺得它不是很貼 我個人覺得 另外那邊就用Beauty Blender 看看效果會不會好一點 我也是直接用Beauty Blender 塗上去 用Beauty Blender 好像一塗上去 質感是奶油一點 而且推得好一點 我覺得粉泡 反而用在這個 粉泡是不錯的 但用在這個 它推開得不夠均勻 就是用粉泡 我覺得感覺上真的沒有那麼貼 它好像和我皮膚是隔離 分隔了 但這邊其實會貼很多 效果也好很多 雖然鼻膏位 都看到有少許粒皮 而且毛孔位置是完全不行的 都是一點點 好像士多啤梨鬍 這支應該真的不太適合我皮膚 我看到其他人用 效果也不錯 雖然偏向有少許乾 但在我皮膚上真的貼不到我皮膚 不過我們測試一天看看 我現在就 由它設定 我就化完整個妝後 再回來給大家看看 好了 我知道我好像整隻鬼一樣 因為它是白了一大折 然後我又沒有塗其他東西 我現在塗一塗胭脂 好了 我就沒有上碎粉了 塗了胭脂 我覺得上了也OK的 也不會太一塊塊 始終它本身是一個粉末狀 所以都OK 我想到一件事好的 就是它在皮膚上是很透薄 很舒服的 真的不覺得化妝 還有可能始終它是一個 MAD FINISH 那就不會覺得油膩 或者有一種厚度 你不會覺得塗了粉底 都挺清爽的 但其他位置就真的 一般的 就是它很多這些位置 都是把我的死皮 鼻哥都看到 就算我今天 我真的已經去過了角質 敷一敷它 都是不行的 都是會把死皮 真的好像突顯了我皮膚 所有不好的東西 現在是有點失望的 不過不要緊 我們再隔幾個小時再回來 我剛剛上完妝的時間 都是現在12點 所以就當它是12點 我想3點多 再回來做一個更新 好了我回來了 現在時間就是 下午的3點23分 這個時間就真的要打燈了 今天都很曬 所以曬下來 如果我用自然燈光 你們就什麼都看不到 所以我就打了一燈 過去這3個小時 我都在家裡 在室內 沒有開冷氣 沒有開風扇 都很熱 雖然外面不是很熱 外面都21至22度 但是太陽曬著下來 因為我家裡很邪 我正在做事 所以都很熱 打了燈 那個妝感會更加 比起真人 就有多一點 就算不達燈 我在這邊看過來 其實都看到是有些光澤感 感覺上都 我不知道是不是乾到出油 因為感覺上都很滑 沒有剛才那種 這些腮骨位 就有那種乾爽的感覺 但是我這些T字位 面下這些位 毛孔位置 其實都感覺到都很滑 很油 如果這個中數 我已經會想印走油份了 我以為出油的妝感會好一點 是好一點點 真的沒有看起來 那麼乾 那麼粉 但是 都在毛孔位置 是完全滑了粉 還是好像士多啤梨表皮 有一點點的粒子 鼻翼位 都是乾的 脫皮的情況 也稍微沒有那麼明顯 但是都還看到 我剛才下巴這些浮粉的位置 其實粉底好像已經脫掉了 遮瑕度 我不知道大家覺得 遮瑕度 遮瑕度 好像也不是掉了很多 是不是 其實因為它本身 也沒有遮瑕到太多瑕疵 但是整體你看到 我的臉仍然是白 仍然是很白的 我都不太知道怎麼評論 其實我這些位置 依然是看到 都卡了粉 所以這些情況 就沒有特別改善 其實我都不預期它會改善 我都預期它是 只會越來越差 至今不覺得它適合我皮膚 不過我們再多隔幾個小時 再回來 Hello 不好意思 我 skipped了6點幾個更新 現在直接跳到 最後一個更新 就是現在晚上8點半 因為實在太不舒服了 我想我今晚真的要早點休息 因為 skipped了6點幾 我就沒有做到補妝這個部分 所以我把昨天那段 我用來補妝的那段片段 放在這裡給大家看一下 很多人都稱讚它是用來補妝 是好一點的 所以 We shall see 看看好不好 那我就刻了少少 在Beauty Blender裡 我就直接 印上臉 Oh my god No 不行啊 剛剛用它來補一補我這些出油的位置 我就打算用它來補妝 基本上它是不夠貼的 而且剛剛補妝這個位置 是看到毛孔的凹凸 一點點 可以掃聲聲 是完全令到這些毛孔位置更加明顯 我試試用它來補遮瑕疵 但因為它的顏色就不太適合我 所以也有機會 不是 就是OK 即是淡了 但是 It's not amazing 那8個小時的妝容 我自己覺得 首先說一說遮瑕度 遮瑕度 我覺得 都是中等 我覺得你做不到 是因為你再加上去 就會很粉 那個效果 就是看起來很厚粉 還有很 很硬碎 很硬碎的感覺 所以我自己就 不覺得它 建立了那個 即是如果你不斷補遮瑕 我覺得它的效果就不漂亮 好 那先看看妝容 其實 還是很白 我覺得它有氧化了 一點點 但是 起碼 我覺得看起來不是很黃 我覺得都脫了很多 其實因為這些紅印全部都顯出來了 下巴這些位置 它完全是 它脫了 但是它 令到我這些下巴的粒粒 好像更加突出 平時我都不覺得有這些粒粒的 好像所有東西都是 我之前這樣說 好像 都突顯了 那樣 都有的 摸下去 是滑手的 嘩 對不起 鼻樑這個位置 真的超滑 這個 鼻樑的位置 很誇張 我今天也沒有什麼外出 我有出一出 帶在車裡面 我雖然有關車 但是外面真的不是很熱 那我呢 每天每天就看看 粉底是否脫了 但我想已經脫了很多 其實是看不到東西的 我覺得是因為 它已經脫光了 嗯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怎樣 review這個 貼服 剛剛上妝其實已經很不貼服 毛孔位置也修飾不了 現在是看到 真的 還有很多乾紋 激粉 毛孔 嘩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完全是激了 Sorry My Girls and Armani 我本身我真的以為 我會很喜歡這個粉底 因為我本身很喜歡 Liquid那種 但是這個是 完全不適合我的皮膚 我看回它的賣點 它說順滑易推 但是我覺得它是不均勻 另外它說 我已經除了抗 我已經是很老花 細滑雅致 它是雅致 但是它沒有做到油膠效果 瑕疵也不是修飾得很好 持久 你們覺得持不持久 我覺得其實百個小時來說 真的不算好持久 而且它的出油情況也挺嚴重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乾到出油 而且用它來補妝 在我皮膚上面 都不太好 我看到其他人說 用它來補妝不錯 我想都是視乎你自己的膚質 但是在我皮膚上面 我覺得它的效果還是差一點 還是很浮不貼 它說到令到毛孔隱形 這個是完全沒有 反而突顯了我的毛孔 長效雅致 都不覺得它很控油 除非是我自己因為乾到出油 所以它是專用粉撲 我覺得它的粉撲 都沒有美容器 上得那麼好看 如果你們也有用過這個粉底 很歡迎你們留言 告訴我 你的膚質和用後感 可能油性肌膚會比較喜歡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又看到它出油 出得很厲害 但是乾淨皮膚 我覺得絕對不太適合 我的油脂粒 明明之前沒有的 我覺得它是不是令我出粒粒 我可能不知道 我很期待看留言 看看大家的用後感 希望這條影片幫到你們 如果還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留言分享一下 我應該不會再試 已經給了兩次機會 我們下一條影片見 不好意思 今天要早點下班 不過希望幫到你們 我們下次見 Bye 我們下次見